你知不知道坊间对饱和脂肪的看法是错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这个频道是帮你和你家人做更明智的健康选择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 就记得订阅和按一下小铃 当我发新的影片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首先 什么是饱和脂肪 从化学局里来看 饱和脂肪是没有碳碳相结 至carbon carbon double bond 因为那些碳被轻分子饱和 所以叫饱和脂肪 普遍植物来源的饱和脂肪是 椰子油、棕绿油 而动物来源的饱和脂肪包括 猪油、牛油、牛奶、鸡皮、芝士、蛋等等 但是又不代表他们100%的脂肪酸 都是饱和脂肪酸 只是他们饱和脂肪酸的比较比较高 为什么大家认为饱和脂肪对身体不好呢? 这个也是很多医生、营养师 中医官方饮食指南所说的 饱和脂肪会增加胆个顺 尤其是所谓的淡胆个顺 LDL 因为胆个顺是造成心血管动物 癌化的其中一个成分 所以早期的研究 将高胆个顺和心脏病关联系列 就是说饱和脂肪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那是什么早期研究呢? 在1970年大约50年前 有一个研究师叫Ancel Keys 发布了一个报告叫7 countries study 它的结论是 食用大量饱和脂肪的人群 死心脏病的人数更多 还有其他类似的研究 都是认定了饱和脂肪 是会引起心脏病 然后呢 美国和英国政府分别是1977和1983年 引入了国家善食指南 就建议要在饮食上减少饱和脂肪 来降低心脏病的风险 以及要用不饱和脂肪来代替饱和脂肪 在那个时候 不饱和脂肪就开始大大的被推广 声称植物种子又比较健康 例如大豆油 苏米油 菜籽油等等 同时呢 市面上出现了很多低脂的食品 例如低脂牛奶 低脂乳 说吃鸡要去皮 选肉的时候要选越少肥的部分越好 等等 其实不只是英国和美国 基本上是全世界都跟着这个善食指南 但是自此之后 很多慢性疾病 例如肥胖 三高和心血管疾病 并没有减少过 反而增加 而这些早期研究 没有解释到 为什么有些国家吃少饱和脂肪 但是仍然很多人死心脏病 有些国家吃很多饱和脂肪 但是又没有什么心脏病的案例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法国 法国人吃的饱和脂肪比其他国家人多很多 他们的饮食中有很多牛油 芝士 牛奶 如果根据饱和脂肪会引起心脏病这个说法 法国人的心脏病率应该会很高 那些专家因为解释不到这个不符合他们的结果 将它称为French Paradox 就说这些案例是例外的 总之饱和脂肪是不好的 其实Ancel Keys的结论只是一个相关结论 不是因果结论 因为他已经有了他的假设 说吃多饱和脂肪会导致心脏病 所以他只是补支持他观点的结果 Ancel Keys的研究其实不可以证明什么 不同国家人群之间 当然有很多其他差异 而不仅仅是饱和脂肪的摄取量 同样地如果我们只是用糖的摄取量 和心脏病的死亡率做一个关联的话 都是一样可以见到吃很高糖的人 和心脏病死亡率都有些关联 和饱和脂肪的趋势其实都是一样 糖和饱和脂肪的研究都是一个观察性研究 所以这些研究的结论只是相关结论 不可以用来说明一定是饱和脂肪引起心脏病 也不可以说吃太多糖就一定会引起心脏病 这个表是用来反驳这些观察性研究所做出来的结论 所以这份报告说 目前美国和英国膳食指南 分别在1.77和1.83年订下来的 比2.2亿美国公民和5600万英国公民的标准 是缺乏随机对着事业 就是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的证据 我们从事听到谎要吃少一点脂肪 尤其是饱和脂肪来预防胆固醇和心血管疾病 其实是无憑无据的 这份报告最后还这么说 这些膳食指南不单只需要审查 它更加不应该被形容 但是真的有研究说饱和脂肪会增加坏固醇 我又怎么看呢? 饱和脂肪是会增加大家所说的坏固醇 而LDL是被视为其中一个引起心脏病的风险因素 Risk Factor 但不可以代表增加心脏病的几率 这里就很多人开始明白了 增加LDL胆固醇 但是为什么不是引起心脏病呢? 因为饱和脂肪会提升密度低和大的LDL 不是那些密度高又小的LDL 那些密度高又小的LDL胆固醇 才是和心脏病有关 所以大家所说的坏胆固醇 不一定是坏的 因为什么都要看它的size 而且只是看LDL 不是一个好的治病 来决定一个人的心脏病风险 另外饱和脂肪的月桂酸 还可以提升好的胆固醇HDL 现在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 食饱和脂肪对心血管疾病 包括增加冠心病、心脏病和总风风险无关 例如在2014年的评论报告 看了76项报告 大约合共有60万人 都发现饱和脂肪的摄取量和心脏病并没有任何关联 目前的膳食指南叫人吃多些不饱和脂肪和减少饱和脂肪 来减低心血管疾病 其实是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 另一份评论报告显示 在21项研究 接近有35万人中 没有明确的证据说饱和脂肪会增加冠心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反而需要更多数据来看用来代替饱和脂肪的食物 是否会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通常用来代替饱和脂肪的营用素就是糖 淡水化物和不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是无害的 那它是否健康呢 如果那些饱和脂肪是从天然食物 例如动物油、牛奶、草脂牛肉、椰子油 其实是没有问题 甚至可以是健康的 如果饱和脂肪真的这么坏 为什么要在这些天然食物里面 例如牛奶、肉、雷、椰子油 里面放些饱和脂肪呢 让我们心脏病吗 但是如果你的饱和脂肪来源是来自精製食品 例如腸仔、羊 或者你只是天天煮煮饭 又吃不够蛋白质 那当然对你身体没那么好 我们看这些研究报告 大部分都是注意单一的营养来源 但是我们的健康不只是从一个角度 而是从很多角度去检视 好像我们知道 吃太多糖对身体没那么好 但是我们又不可能一世都不碰它 法和脂肪对你身体无害 又不是说你可以任性 要答到真正的健康 不是要follow全部健康理论就可以 更何况你不可能羊羊都跟得了 反而是要知道如何利用对的知识 apply在你身上 和你在抱着什么健康观念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 按YouTube就可以推这个video 给更多人见到的了 多谢大家 我们在下个video见 拜拜